自年初港澳重新開關 港澳開始踏上復常之路 澳門政府為此立即抓住機會 吸引國內遊客及港客重新訪澳 立即以送船票優惠吸引港客訪澳 結果大修旺場 與此同時 又加強於大灣區政府合作 立即還開訪澳旅遊團 結果澳門旅客大幅回升 賭收自然上升 直至8月 賭收已恢復至封關前七成 按現時賭收上升趨勢估計 明年年賭收收益將超過2000億水平 這數字已非常接近政府的全年開支 香港方面 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大動作去重新吸引遊客訪港 結果訪港旅客回復緩慢 最不堪的是 連本地港人也寧願周居勞頓去深圳吃喝玩樂 也不留港消費 結果飲食業叫苦連天 道門政府明白自身的強項是開賭 故集中精力去培育賭業全力復償 早前船票優惠完結後 近月則大搞港歌聲持續到澳門開演唱會給客 結果張學友、郭富城、陳奕迅 及陳惠臨等浪接浪在澳門賭場開演唱會 如果港府有這智慧 率先跟這些港聲傾談合作開演唱演 相信這些歌聲也會優先留港為港人開聲 反之 港府沒有利用者資源 紫空喊叫港人一家大小夜出飲酒 結果響應人少 每逢週六日 港人勇去深圳打骨飲食 另一部分港人則去澳門看演唱會和賭錢 香港就變半空城 香港首8個月股市日均成交量1,120億 較去年日均收入跌16.5% 樓市成交方面 今年8月份 一及二手成交中數3,247宗 較去年同期4,137宗 大跌21% 較21年月的5,844宗 更大跌44% 中國減印花稅救股市 放寬貸款政策 鼓勵市民置業救樓市 香港政府沒有政策救股市 又說不是時候減辣救樓市 結果中產家庭因樓股齊錯 平均家庭損失已達300萬 港府不學澳門強化本業 又不因國賊救樓股 以為叫港人夜蒲飲酒食串妖就可救市 結果亞崩叫九月叫月酒 請有心人士三思 香港樓股爛透之日 就是香港淪陷之時 所以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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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